大脚新讯息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 你们有一种方法来测量 来自地球母亲的核心的能量 它被称为舒曼共振 当你们在图表上 看到一个代表那些能量的大尖峰时 你们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次集体清理 你们每个人作为个体 都可能感受到这种尖峰给你们带来的影响 此时有一件事对地球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 现在是时候有意识地进行清理 并尽你们最大所能地允许这些经历 如果你们拒绝对某个事物放手 你们就有苦头要吃了 你们会感觉到你们有时会感觉到的停滞 你们会觉得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后你们会想 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沉重的感觉 这总是因为你们仍执着于某些 你们本该放手的东西 当你们有机会放手的时候 你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去放手 然后你们在身体上感觉到它 你们也会在你们的存在状态中 在你们的活力水平中感受到它 你们还会看到你们生活中的反响 因为你们将保持一种较低的振动 并从那种较低的振动中创造你们的生活 放下执念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去这么做了 如果你们正在接收这则传讯 那么你们就是觉醒的集体的一员 因此 这取决于你们自己 是否要以身作则来引领其余的人类 承认你们有一些扬生症状是完全正常 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而 同样重要的是 你们要意识到 如果你们完全跟随能量流 你们就不会有那些扬生症状 我们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有负面情绪或经历评判 因为你们不会一直都紧紧跟随着能量流 跟随流动顺势而为是大师的方式 尽管这正是你们所寻求的大师水平 但你们并不总是处于那个意识水平 这没关系 你们不要觉得那有什么问题 你们必须接受这一点作为你们的现实 因为不这样的话 只会增添更多的阻力罢了 不管你们是在抗拒外界的某件事物或某个人 还是在抗拒你们自己 你们仍然必须放手 让一切顺其自然 包括你们自己和你们在灵性进化中的位置 我们想向你们保证 你们会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 你们走迂回的道路是有目的的 你们选择了你们所走的路 这样你们就会同情那些正在挣扎的人 如果你们作为一个完美的大师 而来到地球上 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和心碎 那么你们怎么能帮助他人呢 你们将无法与他们 及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有所共鸣 或者感同身受 为了对你们的人类同胞有同情心 这样做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将继续进化 扬升和到达 当你们从那种允许的状态 从那种流动的状态 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期待自己展示翱翔了 你们可以期待生活中的事情变得更容易 即使你们没有完成你们在这一生中设定的每件事 即使你们没有变得富有和出名 你们仍然可以过着一种充满奇迹和同步性的 美好而又神奇的生活 相信你们自己 相信你们的道路 相信你们为这一生制定的计划 你们会走得很远 而且你们会开开心心地走向远方 继续成一地球母亲能量峰值的浪潮 因为她在那里支持你们并提醒你们 有一个强大的存有在与你们一起扬生 她就在你们的脚底下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